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天天辛辛苦苦忙得死去回来的 他也穿不到钱 有些人动动嘴巴就能有很大的收获 这个有些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就是一个非常吝啬去说好话的人 特别不会赞叹别人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好赞叹的 事情本来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不是我不想去赞叹别人 而是觉得赞叹这件事情特别虚伪特别假 有些人在美真的非常夸张 可以把你夸上天 那我内心对这种虚伪的一种排斥 也执着了自己绝对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那最后呢我就选择了不去说话 好话也不说 坏话也没少说 有了这样的二元对立 感觉每时每刻人都是紧绷着的 因为我不是特别能接受别人 对我的那种示好和赞美 因为就觉得特别假 所以我也不可能有发自内心的去给予别人美好的一个赞美 那视频前的你有没有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小伙伴呢 甚至有些时候我听到一个朋友在赞叹另外一个朋友 比如说这个人学习成绩非常好 考到了某某某大学非常了不起 特别优秀 那这个时候呢我会突然产生一个反感 我不是说我会去嫉妒那个人 而是我觉得那个人并不是我朋友说的那样好 因为朋友看到的是别人的一个优点 而我听到了这个优点 它其实马上转入了 就是转入了别人的一个缺点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思想的不一致吧 我值特别重 其实这就是内在的这种自我意识 也有一点嫉妒吧 也有点心胸狭窄的一个表现吧 但是可能你开始的时候也发现不了 只会觉得可能观点不一样 那以前的内心世界真的是非常糟糕 不会赞美别人也就算了 我值真的也特别的重 我在休学之后呢 内心世界真的有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在生活中呢 就加入了一个习惯叫随喜赞叹 开始的时候呢 觉得有点别扭 很刻意 但是发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 慢慢的我发现信量真的打开了 我也学会了接受别人的赞美 也会发自内心的去赞美别人 这种赞美其实是你无意识中 就去赞美别人了 那前一段时间我也在庙里面做一工 我早上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了大师姐 就觉得她今天特别年轻有活力 我就脱口而出赞美了她一下 说她的衣服也非常好看 然后她突然就说 这个衣服其实更适合你 然后说要把这个衣服送给我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 然后第二天 她真的就给了我衣服 还送了我咖啡 然后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我觉得我没有在任何的造作的情况下 就把自己觉得美好的事情 就说出来了 结果别人也特别开心 我也特别开心 然后我还有收到了礼物 那小时候父母让我去过年 去亲戚家里面拜年 我都不愿意开口叫叔叔阿姨过年好 现在想想这真是少了多少压岁钱 人生就是这样 可能有些人出生就明白的事情 有些人要用半辈子 很久的时间才去明白 不过什么时候也都不晚 当下都是最好 普贤普在有十大愿 其中第五大愿就是随喜赞叹 随喜赞叹真的有非常大的功德 而且是对之嫉妒 自私心胸狭窄最好的方法 有一句话叫 成败不在于我 随喜一切功德 一个人是无法完成所有的事情的 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业果不同 那么怎么样才能完成所有的事情呢 发自内心真诚的赞美随喜他人的功德吧 这既是行善 同时赞叹他人也会获得和行善者 一样殊胜的功德和福德 这是不是很厉害呀 比如你赞叹一个人布施了很多的钱财 那你也会获得他同样的功德 那这个布施的人还要辛苦的去赚钱 再布施 你一句话就享有他同等的功德 那真的是不是非常的好呀 所以说一些好话就能 有非常大的一个功德和好处 当然这个是要发自内心的去赞叹他人 而不是带着一种目的性 或者有一种虚伪的感觉 所以说有那么的好处 为什么不去做呢 也愿看到这条视频的你 能够获得普贤辐色的加持 能够口吐莲花 愿你看到身边所有的美好 也愿你能够赞叹身边所有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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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